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法医学汉剧神的测验第二季完结篇 最后的圣战,下集 上集说到,郑宇被SDC和BR的负责人布莱恩联手无限 将杀害研究员金慧珠,SDC前任赵局长撞伤老张的三前案件 推在郑宇头上,成为了警方通缉的嫌疑人 此前郑宇在金慧珠的帮助下冒险将郑后引救出了实验室 并获取了他大脑中的芯片 发现那是一种可以通过电流控制行动的装置 而郑后引在实验中饱受摧残,决定向布莱恩复仇 而郑宇为了查清BR公司的实验内幕 潜入公司抢走了实验资料,在逃跑时被车撞翻 郑宇在人群嘈杂声中苏醒,索性没有被撞着重伤 他滴滴撞撞爬起来,清醒片刻后他急到道成的电话 说老张的伤势恶化 所长和清晰赶到医院 老张的妻子却说他的情况稳定,并没有危险 道成意识到这是SDC为了引出郑宇而使用的诡计 假借医院之名向他透露了假消息 他赶紧不打郑宇的电话 但此时郑宇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不久后郑宇果然担心老张而偷偷来医院探望 分分钟就被SDC的人围上了 就在他要被抓的时候 突然有人丢出一颗闪光弹 护送郑宇逃离了医院 此前SDC的部长已经发觉 有神秘人暗中帮助郑宇 但这次帮忙的并不是神秘人 而是郑和允 他安排一个路人司机引开了警察的视线 打晕并带走了郑宇 另一边布莱恩估计到 神秘人可能是Father派出的 便问他为什么要一边诬陷郑宇 一边又派人保护他 Father解释说 老鹰在训练幼崽时会将他们放在翅膀上 不敢上去的幼崽就会被老鹰遗弃并饿死 只有危险才能让他们学会飞翔 他对郑宇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在训练 郑宇醒来时郑和允在悠闲地玩着游戏 他说这个地方是去年他们较量时临时用过的联络点 而他是从金卉柱那里学到了追踪芯片的方法 所以能很容易地找到郑宇 目前作为通缉犯的郑宇跟他是一条船上的了 所以他将自己那天中担后的事告诉了郑宇 当时郑和允被送上救护车已经停止了心跳 SDC在半路拦住救护车 将郑和允带到了BR的实验室 布莱恩为了救活郑和允想到要跟老张合作 他提出郑和允和郑宇被注射了同样的神经火星剂 但郑和允没有出现郑宇那样的痛苦后遗症 是因为他的脑中产生了一些抗体 只要老张可以贡献他正在研究的脑干重生技术救活郑和允 并参与到他们迪马项目中来 就可以利用这些抗体研制疫苗来救郑宇 老张告诉布莱恩 脑干重生技术是政府人造人项目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不能够轻易转用 但他思考再三最终还是为了救郑宇放弃了原则 但让老张没想到的是 布莱恩的目的并不是研发疫苗 而是对芯片控制大脑技术进行实验 郑和允最终成为了他最得意的实验品 郑宇这才得知 老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并且为了不让他卷进这项非法研究 选择对他保密 而让他更痛心的是 英恩也是这项研究的牺牲者 早在郑和允到项目组之前 英恩就已经在那里了 郑和允被植入芯片后 并不像其他人来要好控制 于是布莱恩对他进行了两次手术 并加大了芯片的电流 让他彻底变成了傀儡 在第一次有人因为副作用 而全身痙攣发作时 很多人因为害怕逃出了实验室 聪明的郑和允拦住了想逃的英恩 结果逃出的六人全都被灭扣 不久后英恩的副作用越来越严重 郑和允觉得他活不了多久 而且他也发现了郑宇是英恩喜欢的人 于是他帮助英恩逃了出来 因为他的死必然会引起郑宇的注意 顺头摸瓜查到自己这里 郑宇明白郑和允对英恩的帮助 实际上不过是利用他和郑宇的感情 但现在郑和允将郑宇当作自己的同类 他原来认为他们是受诅咒的人 但重生后他改变了想法 他认为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智慧 只要拿到BR开发的技术 就可以用来干一番大事 郑宇根本不屑于他为伍 他告诉郑和允 他所说的大事要付出残忍的代价 根本是他们承受不了的 事务所的同事都很担心目前的状况 他们也认为郑宇的嫌疑 是布莱恩和SDC一手策划的 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摆脱杀人罪 道成说自己有个不合法的主意 所长说不合法当然不行 不过还是听听看吧 在清晰的帮助下 道成最后一次发动演技 和化验室假扮成SDC的员工 将金会珠的尸体偷运到了事务所 与此同时郑和允也没有闲着 他杀了两枚BR的司机将布莱恩绑架 郑宇离开他那里后 去找了过去的脑科医生 发现经过BR的免疫治疗后 他左脑的问题消失了 因此没有再出现头痛和抽搐的情况 而右脑的活性竟然达到了47% 右脑过度开发影响了他的情绪控制力 出现了先前的广造症状 而右脑垂体的过度分泌 应该就和他在BR注射的疫苗有关 疫苗中的某些物质推动了大脑变异 医生提出用药治疗 而郑宇很清楚 这不是药物可以解决的 他已经间接成为BR的实验品 于是他提出要切除右脑过度开发的部分 金会珠的事件结果并不复杂 颈部被力气刺伤而死 但一个关键的破绽是 他的双手有明显的防御性伤口 说明他死前曾经接触过凶器 可凶器上却只有郑宇一个人的指纹 很明显是曾经擦拭过又弄上去的 虽然这不是什么决定性的证据 但却是一个合理的疑点 至于赵局长的尸体 由于阻力太大 庆熙无法接触到 但他们至少为郑宇排除了一个重要指控 就在这时 失联很久的郑宇终于给庆熙打了电话 让郑宇意外的是 庆熙这次非常理解他的行为 以前总觉得他是不信任自己 现在庆熙明白 郑宇之所以总是一个人行动 是不愿意将他治愈危险之中 他将机会住家找到的录音资料交给郑宇 通过录音 郑宇才明白 原来当年盈恩因为患了脑瘤 被骗加入了BR的实验 起初是为了治疗 没想到后来却是那样的结局 因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治好 所以就找借口与郑宇分了手 庆熙似乎已经猜到他们的关系 但他只是说 这个女孩喜欢的一定是个好男人 正在这时 郑和云给庆熙打了电话 目的是告诉郑宇 他抓了布莱恩 电话还没讲完 SDC的人就追了过来 投尸体的是败露之后 他们追踪庆熙到了这里 两人只有匆匆告别 分头逃跑 就在部长解除郑宇的时候 发特派出的神秘人帮了郑宇 然后消失了 郑宇来不及找 便匆匆赶往郑和云那里 他对布莱恩实施了 花样百出的虐待 受不了的布莱恩提出要谈条件 而郑和云唯一的条件 就是拿到迪马项目的技术 千禧被SDC的人抓到 但还没来得及上车 就被朴警官 带人群偶了一顿 救了出来 郑宇赶到时 布莱恩已经被折磨而死 而郑和云也拿到了 破解技术资料的密钥 郑宇用枪逼地把密钥交出来 两人争持间 神秘人出现 打赢了郑和云 但他明显低估了对方的战力 很快就被郑和云反杀 但他死前 也给了郑和云头部致命一击 终于结束了 这个恶魔的生命 这次他不会再有机会复活了 死前神秘人将一个地址 给了郑宇 说那里将会有人 引导他正确的方向 郑宇寻着那个地址 来到郊外的教堂 见到了一只隐匿身份的Father Father告诉他 保护他和陷害他的人 都是自己 这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进行的圣战 郑宇问他 新的世界是什么 难道就是人操纵人的世界吗 Father则认为 将神的意志延续下去 才是最有意义的 郑宇的大脑是他最满意的杰作 只要他愿意将能力分享给自己 他就能利用这份智慧和笛马的技术 改变世界 人类会变成他理想中的样子 他们就会是这个世界的神 郑宇完全没被这种歪曲的逻辑所说服 他告诉Father 神就是神 而他只是他自己 虽然这个神总会提出没有问题的答案 但他愿意相信神的存在 没有信仰的人 走的是一条绝路 很快 朴警官和庆熙带人追了过来 带走了郑宇 走前神父告诉他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和他一样使命的人 他们创造神的脚步 不会停下 事后 BR的非法研究被爆出 SDC机构也土崩瓦解 郑宇洗清嫌疑回到事务所 所有人都向经历了一场战争 索性 老张不久后苏醒 他为自己之前与BR合作的事 感到愧疚 认为这是他犯过的最大错误 郑宇告诉他 比起一辈子都成功的人来说 经历过挫折 又站起来的 才是最值得尊敬的 而恩师始终是他最尊敬的人 郑宇在手术前所长担心的直哭 郑宇安慰他说 就算自己切除了40%的大脑 也比道成的IQ高 道成一边不服气 一边真的开始计算起来 安慰了一圈之后 他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坚定地要成为一个普通人 因为人的傲慢会触怒神明 他们与神明对抗 用独善作为枷锁来禁锢自己 只有舍弃那些本不属于我们的 才能堂堂正正站在上帝面前 到这里 本句第二节的解说就结束了 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觉得 结局有些晦涩难懂 这也是一个普遍反应的问题 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 这其中加入了一些哲学思辨的问题 再加上翻译的并不贴切 导致理解上有一些偏差 但这并不影响剧情过程的精彩程度 非常感谢每天追更的亲们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第三季见